今天跟大家介紹怎麼樣製作盆栽胎球 然後這個桌面上我們看到的是我們今天會使用到的材料 那我一一跟大家做介紹 第一個就是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那個盆器 那我們就是選用的是那個玻璃的盆器 然後稍微低一點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圓形的水苔固定器 大概長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大家廚房洗手台會用到的濾網 像這樣子 需要兩個 然後再來是等一下要幫這個 我們這次選用的實在是皮桶素 要幫皮桶素去土的一個容器 然後再來是吃玉土 然後再來有掉線要固定水苔 要固定胎鹹的器材 然後這是我們這次選用的實在是皮桶素 給大家看一下 好 然後還有要做成胎球的胎鹹 我們這次選用的是一整片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材料介紹到這邊 我們接下來的步驟要把這個盆栽裡面的這些 它原本種植的土壤把它清洗乾淨 然後我們要把這個植物從這個盆栽取出來之後 在這個水裡面把那個植物上面的土把它清洗乾淨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先把這個植物從這個盆栽裡面取出來 那我們要運用到的工具是這個美鳳刀 把這個盆栽劃破 這個動作稍微有點危險 讓大家注意一下 好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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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將這個植物把它放到水裡面做清洗的動作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就可以輕鬆的把這個植物上面的那個土壤把它洗乾淨 對,給大家看一下 好,清洗完了這個植物的根系大概長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這個步驟就是要將這個植栽放到這個球型水在固定器裡面 並且加上這個刺濾圖 然後現在這個部分比較麻煩就是說你們要先將這個濾網用掉線固定在這個球型水在固定器上面 然後還有你們要評估一下你們卸下來這個植栽的根系 要開多大的孔然後才可以放進去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加入一些刺濾圖打底 好,那我們再把這個水在固定器上下把它扣 好,那這樣我們將這個球型水在固定器都扣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植物放進去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刺濾圖先倒到一定的滿度 好,然後把它稍微剝開一點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刺濾圖先倒到一定的滿度 好,那我們再把這個刺濾圖放 好,那我們再倒入刺濾圖 好,沒事 好,那我們填滿了時候要稍微搖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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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那個刺濾圖讓它整個球型都滿到 然後等一下再繼續夾 然後等一下再繼續夾 好,我們再再繼續夾 那剛剛我們剪掉那個缺口 我們這樣用吊線把它稍微綁起來 那我們這個 將植株放入這個水苔球型固定器裡面就完成 然後這個刺濾土塞越滿越好 因為以後外面這層台鞋 就是要靠裡面這個刺濾土的濕氣來提供水分 讓大家看一下它的360度的畫面 好那我們這個步驟就是將 胎顯跟這個球型盆栽做固定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吊線將胎顯綁在這個球型盆栽上 好那我們就先將這個胎顯反過來 然後大家可以稍微測量一下 你的這個球體的這個邊緣跟這個 所以它的邊緣的收口你要怎麼處理 好那我們這邊選擇是先置中之後再來修剪做處理 然後差不多包裹之後就可以進行修剪 然後用吊線做稍微的固定 好大概長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就先差不多修剪然後用吊線做稍微的固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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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講解一下 如何如何把這個胎顯固定在這個球型 球型盆栽上的固定的方式 首先我個人做法是說我會用吊線 在中央這一區大概繞三到四圈的吊線 然後固定好之後 把它立起來 把它立起來 然後把上面這邊做收口的處理 把這個你就稍微把它 收口一下然後有凸的地方把它剪掉 然後把它稍微閉合讓它不要破口 然後上面這邊也收完之後 那你就把它像我這樣傾斜 然後再從這邊繞吊線 然後垂直的把這個吊線 然後一樣 將尾部底部這樣的收位 收尾完之後就可以完成一個 球型的這個胎顯盆栽 像這樣子 那我們讓大家看一下360度的畫面 這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由於這個鮮胎球型盆栽裡面的刺濾土是乾燥的 所以我們必須準備個水桶 裡面裝水 把水胎球放進去 讓裡面的刺濾土 吸飽水 那我們現在擦開操作 好那我們放到這個水面大概一兩分鐘 等這個 氣泡沒有了 刺濾土吸飽水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蜘蛛把它拿出來 好那帶這個水分都立得差不多了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我們喜歡的那個盆栽 盆栽裡面 好那我們這個 胎顯球型盆栽就完成了 那我跟大家解說一下這個日後的養護的要怎麼樣維護它 那因為我們這個胎顯它是沒有噴氣的 那它又重新上到這個 這個外面那個圓形的那個水胎固定器 所以 它基本上它對水分要求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一開始初期一定要每天都要噴一支水 要確保這個 胎顯球每個表面都用到水分 然後至少要持續 可能 兩個禮拜三禮拜甚至一個月 那我們再來觀察說它是不是穩定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請你幫我 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然後也可以追蹤我的IG 然後可以 可以看看我的植物現在大概都長什麼樣子 謝謝大家 好 好 沒問題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